今天出发平囊 我们到小平囊了 我们现在到了平囊的小吃店 先吃一碗乐腾腾的鱼头面 哇 都是乐腾腾 好吃 来 茉莉花炒蛋 还有茉莉花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胖植花 这个红豆酸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干什么 这样我在点菜太多东西了 不知道吃什么了 很多东西都是没吃过的 太多了 看都没看 这是什么 米烧兔 米烧兔 那这碗呢 就是 米烧兔 那这碗呢 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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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煎鱼 小煎鱼都不用看了 那这个呢 这个叫什么汤 蚝椒汤 蚝椒汤 茉莉花炒蛋 茉莉花炒蛋 那这个呢 盘速排水 哇塞 还没上级对不对 好好的我们等着上级 嘿 我们到酒店了 因为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 好困好困 开了高速排过来 然后现在准备休息一下 空调先开高 好冷气 开到30度 2627282930 OK 我醒起来了 我又来到了饭店 继续过年吃吃吃 人在吃啊 乘在看啊 哎 青红淡酒啊 这个是 据说是平囊的这个接待的最高礼 这里面有红酒 白红酒啊 米酒啊 青红酒 然后加淡 还要加蜂蜜 还要加蜂蜜 哇一闻好重的酒味啊 哦 哦 哎呀 算了算了 啊 简直只有酒味啊 受不了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什么 木鼓郎桥 对不对 木拱 木拱郎桥 它是据说是不用一颗钉子啊 全部是用靠木字的结构 一个个毛起来 霜起来 这边湖水也很漂亮啊 黑的 黑的 你看底下是湖水 然后那边呢就蓝桥了 这就是它的结构了 有没有看到 走 我们现在上去走一走看看 我们现在往蓝桥里走 千秤桥保护发尾河 哇 整个都是木质结构 出发 哇 它整个都是 它整个都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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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色还是不错的哈 景色还是很好的 山上会不会来辆车 阿喇巴 过完了阿喇巴 好我们现在来用精灵试 穿一个云试一下看能不能穿得过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露体穿云了 有没有看到 已经露体穿云了哈 现在我们周边都是雾了 现在我们看看 看一下能不能把这台飞机穿过这个云城 这样就漂亮了 好我们看看情况 快 我们现在已经快到500米了 看会不会穿云 完了 只到以达最大线了 哇 白马马一片了 没办法 还是穿不过去 这个云雾太厚了 其实 有颗穿云的心就可以了 穿不穿云无所谓 有颗穿云的心就可以了 有颗穿云的心就可以了 其实在这个制高点飞的 我们今天虽然说没有穿过去 可是 如果能穿过去天气好的情况下 是这样的 哇 好冷啊 现在当地只有 现在当地只有四度 这里只有两三度 只有两三度吗 蝴鸭溪 我们现在进去 我们现在去找鸳鸯 可是 我们 先看到了 猴子 这是当地的这边的米猴 猴子还是很可爱的 你看 啾啾啾 啾啾啾 No 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 这个位于平南县东部的鸳鸯溪 它处于平南 周宁还有郑和山县的一个交窃处 总平方面积将近快80平方公里了 所以说然后整个鸳鸯溪的长度是14公里 附近三森林密 这个每年的秋冬有数百上千的这个鸳鸯 从北方 飞来这边越冬 所以说平南 也被国家这个林业部称之为 命名为中国的鸳鸯之乡 因为这个鸳鸯大部分都是野生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 只能远远的眺望它 大家有了解到鸳鸯都知道 其实鸳鸯是很怕人的 然后怎么分公母呢 长得漂亮的就是公的 长得不好看的就是母的 走了上路走了半天啊 坐下来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准备往外面去看看风景 哎呀怎么样 这边风景还是不错的啊 来到这个我们福建 这个平南 林德平南一定要来鸳鸯溪玩一玩走一走 不过建议大家用夏天来 夏天这边不比较凉 很多人说我们城市的空调装在家里 来到这个鸳鸯溪平南这边啊 很多人就说 哎 你们的空调是装在路上的 因为很凉快 好 烦点已经刷新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试一试哈 我们现在刚刚上高速 准备回福州 结果 大堵车 我看到导航上面已经出现深红色堵车了 第一次见 一整条这边一整条全部堵啦 有没有 全部堵啦 一直堵到隧道口 正在通过严重拥堵路段 长度1.6公里 預计通过时间10分钟 还好还好 10分钟 福州我们回来咯 好 有 M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